今天Keeper热搜大头条 要带您关心几个焦点新闻 先来看看韩粉上个月在高雄举办了挺韩试诗大会 那时候气势大震 那原定呢5月底还要在台中办第二场 但是呢高雄市长韩国瑜说 哦拜托先暂停一下 大家先不要动 为什么呢 因为呢他说党内还没有公布总统提名办法 那这段时间他必须要专心市政 那另外春娜到底有没有人啊 怎么好像各说各话 高雄市的观光局长潘恒旭说 有啊人潮爆满还贴出了照片 虽然暗迷谋哦 那另外呢有乐团的表演者说 真的没有人啦 因为他们是站在舞台上往下看嘛 好这个贝斯手就说他年年参加 不过今年呢他站在台上表演的时候 觉得很心酸 台下根本没有人在看 心情很糟 好另外再来看到的是 去年有个沙石车驾驶酒驾撞死了保险员 后来呢就被判刑四年十个月 民事赔偿 创下天价记录哦 他要赔四千一百一十一万 好虽然说检察官也说啦 这个驾驶连四万块都拿不出来 不过被害者家属说没有关系 至少正义已经得以伸张 另外快要迎接母亲节了 但是呢妈妈这个角色可能快要绝肿了 好这是根据儿福联盟的调查 考量到经济问题 超过六成的妇女没有计划要生小孩 或者是打算不生第二胎 那么这些人就说他们不是不想生 是没有条件生 所以政府听到了吗 福利补助真的要提升哦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看第五点 美国联邦众议院通过了 2019年台湾保证法 法案呢就要求对台军售要常态化 也要重启美台贸易协定会谈 不过中国外交部也马上就开了记者会 好要抗议要批评美国 说怎么可以对中国的内政粗暴干涉呢 对此他们是表达坚决反对 另外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头条话题 赖清德公器私用真的吗 有周刊就报导了说赖清德 他几乎每次北上跑行程 都会带着他的幕僚 然后呢进出台南市政府花公堂 在台北设立的办公室 可是你现在又不是市长 你现在也没有任何官职 怎么可以拿这里 当做自己的竞选办公室呢 今天赖清德也解释 说先前都有跟黄伟哲市长先报备 5月2号中午前行政院长赖清德 出现在立法院旁这栋大楼 打电梯直打五楼 熟门熟路 因为这里是台南市政府的台北办公室 办公室秘书直接开门迎接前市长 甚至被发现立委跟新潮流大楼等八人 于赖清德还在这里有一场便搭会 一待就续四个小时 直到公开行程 时间到了赖清德才离开 不过公家办公室拿来当竞选会议室 公器私用合理吗 偶尔跟朋友见面的时候才会去借台北办公室 这一点我在选举支持的时候也有跟黄市长洽借过 为了避免误会 未来我也不会再继续借台南市政府的台北办公室使用 主要说不是公器私用但画面会说话 赖清德被职集从四月三十号到五月二号短短三天 他进出办公室多达四次跟走路没两样 台南市府台的办公室每个月租金要五万两千块 一分一毫可都是人民的纳税钱 秘书处说不出任何公务理由 却让赖清德直接用市府办公室 不仅国民党议员呛瞎 砍预算解除租约 前市长行为害现任市长被定 公务员更困扰 三立新闻综合报导